我记得嘛 他的口台真的很好 但是市场营销不适合他 为什么 因为他刚刚主持人 刚刚你问的也挺好 他自己没有把自己营销出去 那你能把自己营销出去吗 如果营销的话有十分 我可以把自己营销个三分嘛 还记得什么 还记得他就是说 说了一句话 说我不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做好 这句话我是绝对不太认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喜欢的东西你绝对做不好 不喜欢你做不好 不喜欢的话可以做达不到十分 但是能力 个人能力强的话可以达到八分那样 你能达到多少分 我要是喜欢一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达到九分 我要不喜欢一个东西我不做 你喜欢你老婆吗 喜欢老婆的话 这个可不能打磕吧 08年结婚的时候我很喜欢他 现在呢 现在我们因为这个闹这个感情问题 可能闹了有五六年吧 你们现在还是婚姻状态 但是闹矛盾 不是婚姻状态 离婚了 就是今年刚刚离的婚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就是不好意思 我说我不好意思 我不该问这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其实离婚的话 给我下定很大的决心的话 也是看了你的感情 傅老师 所以你说他不好意思 为什么 跟我有这种关系 其实我是看了这个爱情保卫战 我赶紧讲的话 就是不喜欢不要在一起 我才下定决心了 是这样是吧 我觉得田建峰 他展示出来的这种自信 他相对来说 他的性格比较外向 他比较讨巧 那刘公他相对来说 比较内向 话很少 那表达起来 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流畅 那从第一印象来讲 其实田建峰是占优势 好好好 过了啊 这事过了 我们说说营销的事 你喜欢营销吗 营销 我决定跨行 我就决定跨行 一个不同的行业 把自己能营销出去 我感觉到才能改变自己 你跨行 那以前是干什么 以前是做这个 布销钢装修行业 2010年 自己就开始创业了 然后开店开了有五年吧 然后自己又开始搬离了公司 然后大概有个 一直到今年吧 公司还在 我就准备跨行了 那你在做这个之前 你有没有进入职场 给别人打过工啊 进入过 也是这个行业 从工人 然后做到管理 两年半的时间 就升为管理 然后一直在做管理吧 你怎么升上去的呢 就是刚好这个 就是我跟他学 学这名技术的这位 他刚好要跳出去 自己私做 然后他刚好有这个位置 刚好我接了他的位置 那为什么不是让别人接 是让你接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最好 他推荐了我 私交好 他倒是挺坦诚 那个怎么 你现在是已经离了婚 就决定你到北京来了是吗 因为我对这个行业 可能有一个收款的方式 让我太失望了 你说装修行业的收款 对 可能让我太感觉 对这一行业太失望了 然后我就是有个北漂梦 跟他一样 所以你到北京来 就是想做营销吗 到北京来 我想就是想找一个突破口 就是营销也罢 只要有能耐 我相信从哪个地方都有突破口 你是想在北京重新开始自己的工作 感情和人生 对 我们这边的建峰 感觉呢 相对于这种综合能力和表现 要略高一筹 他的对手刘宫 把整个的状态呢 就是有点乱 你要多少钱薪资 我要五千家 他也是五千 你也是五千 我们俩各有各的好处 他的好处可能就是 他必定做过这个营销 然后他的缺陷 他就是做的行业太多 这是他 我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真诚 我喜欢一个行业 不琢磨到头 我是不会退出的 好 来 那个不真诚的来 我们也 小本上写的是 我也是一个比较真诚善良的人 所以呢 为什么我在之前 所有的公司里面 他们都留我 那是因为我年少轻狂 那么现在呢 经过两年时间沉淀 刚刚我觉得就是 他挺幽默的 然后也挺踏实的 但是我觉得我 可能比他的心态要好一点 我可能就是像一个白海水一样 我会就是像海绵一样 不断地吸收支持 让来增值自己 好 来 第一轮环节 如果对两位选手都不感兴趣 请灭灯 反之 请留灯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七盏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